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都是一些玩家不太习惯于炸虎的场景 但是看到第一个发出攻队的场景时 我觉得好像和我的认知不符 为了搞清楚是我记错了 还是我们和Feader所处环境不同而导致的结论不同 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深挖一下 在发出攻队的牌面上 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是否是炸虎不足的 这一次我们采用的依旧是签算独家的数据库 标准六人桌忙住结构 样本量约一亿手牌 我们首先不考虑single wrist power还是三bat power 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 先把所有玩家持的合牌下注 Reverback筛选出来看一眼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考虑具体位置的情况下 玩家持合牌总体的下注频率为35.5 如果我们把一半的小队 以及更弱的牌力作为合牌下注的炸虎部分 这里大约有25% 这个比例和66这个尺度的最优炸虎比例的28%相比 略微是有点偏低的 可以说玩家持在合牌的下注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炸虎不足倾向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 66%这个玩家持最常用尺度中的炸虎是最多的 虽然满持超持中的炸虎也不少 但是因为尺度越大 你需要搭配的炸虎就越多 所以这里反而是炸虎远远不够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玩家持下注以后 面对对手加注时的反应来判断他们的牌力情况 这里的FCR分别对应着面对加注以后的气牌跟注和反加注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玩家持在合牌小于等于66%的尺度 面对加注后的气牌非常非常的高 和满持超持比起来非常明显 简单来说 玩家持在合牌的下注有着大注炸虎严重不足 中小注面对加注气牌过多的巨大漏洞 然后我们更深入一点来分一下牌面 我们可以很敏锐的观察到 我们关心的那些与攻对面相关的牌面 都表现出炸虎偏多的情况 并且和在哪一条街击中的对子关系并不大 其实Ferder那个结论可能更多适用于MTT 或者是国外的环境 我们这里反而要在攻对面上更频繁的进行抓上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剥削气牌更多呢 比如在击中A的牌面上 玩家持就会明显的减少炸虎频率 另外当合牌变成三高张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倾向 如果我们把下面这一部分和牌面上高张数量有关的牌面一起来看 还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牌面越低或者说高张越少 玩家持就越喜欢用空气来进行炸虎 所以我们要在越低的牌面上抓的越多 甚至包括了大量的A高张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不同位置关系和行动路线下 攻对面是否有哪些特殊之处 在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会发现两个规律 一方面下注的次数越多 范围内的炸虎就越少 败败败明显就比败败败的总体牌力更强 另外虽然Single Race Power和三败败的下注牌力不同 三败败里会用深蓝色也就是超队进行更多的下注 但是炸虎的比例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区别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把所有Single Race Power的败败败 放一块来看看区别 可以看到似乎败败败炸虎不足这个事情 好像也不是个普遍现象 除了Single Race Power NPA的败败败之外 其他位置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炸虎频率的 不过呢我们也能看出来 当对手处于进攻方的时候 炸虎确实会比防守方更少一些 看了这么几个图是不是有点晕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玩家只在攻对面的合牌下注上略微的炸虎不足 同时败败败要比败败败炸虎更少 进攻方呢要比防守方的炸虎更少 我们建议呢在面对Single Race Power NPA 或者三败帮NPA的败败败的时候 可以进行剥削器牌 其他场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进行抓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到了一些小技巧 不知道我们这里能不能用 那么也不妨来告诉我们 用签算数据库来帮你求证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